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雲霸曾經當過強達10年的MIS 在工作經驗裡面 我的師傅教我一句話 他說你可以不幫老闆賺錢 可是你一定要幫老闆守住資料 資料備份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在這期間內 我們就找啊找 找到一個還不錯的備份軟體 他不但可以幫你備份系統 幫你備份資料 那也可以幫你做硬碟對考 而且即使你今天換電腦換主機板 那他也可以直接幫你做一機還原 你的資料你的習慣 完全不會做任何的變動 那這套軟體的名稱就是 Aconys True Image 從以前就非常強大 來到2020年的今天 那甚至連手機都可以幫你備份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啊 我要教大家如何做 電腦的全機備份 資料備份 以及硬碟對考 以及如果你換電腦 該要如何做一機還原 第二個教大家如何做手機的備份 這樣子你就可以省下不少 每年購買Google雲端硬碟 或是iCloud雲端硬碟的費用 好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吧 Let's go 好 接下來讓我們開始上課 如果步驟覺得有點快 那就請大家自己按暫停 或是再重看一次 那我們要準備的東西有電腦 電腦是一定要有的 那再來是外接硬碟 外接硬碟你可以準備3.5或2.5都可以 那再來是隨身碟 隨身碟希望你要準備的是16G的隨身碟 那以及Arconis軟體 那Arconis軟體在網路上可以下載30天的試用版 那如果你看完影片覺得不錯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購買 那再來是手機 那無論你是安卓或iOS手機 都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一個步驟 好 那Arconis True Image 2020打開之後 它的介面會長這樣 區分成來源跟目的 那我們先點一下變更來源 那它會有幾個選項讓你看喔 那第一個是整部電腦 就是把你整個電腦裡面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備份起來 如果你是筆電的話 你就直接選整部電腦 那這樣子比較快 可是啊通常如果你要備份是桌機的話 那桌機有些人會裝2顆硬碟以上 這時候就麻煩你來選擇磁碟或磁碟分割 等一下裡面它會秀出所有的硬碟 那我現在用的這台是Surface 它只有一顆硬碟 那如果你是桌機的話 可能會有兩顆硬碟以上 備份系統或重要資料的話 請你選擇有C槽的那顆硬碟 整個把它勾起來 它就會進行整個作業系統的備份 這時候我就可以拿出我的外接硬碟 來插上去然後直接做備份 好 假設我現在勾選的是C槽 我要備份整個作業系統 那我就按確定 那再來選擇目的地 我現在要備份到我的外接硬碟 那這時候選到我的外接硬碟 WD這一顆 點一下選項 那在這邊我可以選擇 我的系統或我的重要資料 我多久要備份一次 那通常我個人的習慣就是 我希望每週都可以備份一次 這樣子我系統哪一天出了問題 我可以快速還原到上個禮拜的狀態 那當然就是看你的工作類別 如果你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像會計 它可能每一天都會新增很多資料 而且資料都很重要 那就建議你每一天都勾 還有備份配置啊 它會有不同的選擇 單一版本配置就是指說 我每一次備份都是完整的備份過去 那增量跟差異 就是指我資料有增加就備份 或者是我資料有變動就備份 我個人會選擇 差異備份 就是資料有變化就備份一下 好其他的就不太需要理他 我們就最簡單的備份就好 那通常我會習慣在電腦剛買來的時候 把所有要灌的軟體都灌好 來做一次完整的備份 這樣子 將來我在哪一天電腦可能不能開機的時候 或者是系統出現什麼問題 我就可以把我整個系統 還原到我當時灌好的狀態 另外 另外Aconys也有自己的Aconys的Cloud 然後可以把自己的檔案備份到雲端空間上面 那容量是1TB 建議你把手機的檔案啊 或者是電腦裡面比較重要的系統檔案 全部都備份到雲端上面 這樣子你會多了一層保障 好接下來我要教大家的是一機還原 假設你今天要換電腦 或者是用SSD升級速度 那你都可以透過Aconys 來把你的系統直接還原到新的硬體上面 可是啊 有些比較舊的系統 它沒有辦法直接還原到新的硬體上面 原因是你的電腦沒有辦法認識新的控制器 也就是驅動程式 那比較新的作業系統 比如說像Windows 10 它就有內建比較多的驅動程式 換過去它可以正常開機 可是比較舊的作業系統 比如說像Windows XP 或者是Windows 2000 這種比較舊的作業系統 它就沒辦法直接換過去 可是偏偏台灣有很多的公司啊 或者是有在做一些生意的朋友們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比較舊的系統 而且還換不掉 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它就會一直沿用這個舊的作業系統 電腦哪有可能不壞 總有一天會壞掉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Aconys先備份 有一天電腦壞了之後 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把它升級起來 那在升級的過程中 你就必須要利用Aconys的一機還原的工具 然後在還原之後 把正確的驅動程式餵給它 那接下來我就要教大家 步驟怎麼做 那首先先在舊電腦上面 選擇備份整台電腦 那目的選擇外接硬碟 備份完之後找一條USB隨身碟 容量一定要在16GB以上 然後到工具選擇 然後到Aconys Universal Restore 接下來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告訴你要製作USB的開機碟 那新電腦買來 我只要把外接硬碟插到新電腦上面 然後用Aconys做好的USB開機碟插上去 到BIOS去選擇開機碟 那邊會有選單選擇第二項 然後進入到Aconys主程式的畫面 接著把我們備份的系統整個還原 接下來重頭戲來了 剛剛你還原的舊電腦是不能開機進作業系統 所以請再重開機一次 接下來讓我們進入到Aconys的一機還原 一機還原這邊可以讓我選擇作業系統 然後為給它正確的驅動程式之後 接著你再進行一機還原 這樣的速度就會很快 接著就按照步驟一步一步還原 這樣我可以保證你所有的使用習慣 包含你安裝程式都會跟之前的狀態是一模一樣 接下來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手機備份 現在其實最重要就是手機裡面的照片跟影片 很多人都會很仰賴手機裡面的 Google雲端硬碟或是iCloud 可是那些免費空間其實都很小 用一下子用一兩年大概就滿了 那在這邊只要你的電腦上面有裝Aconys True Image 那手機端這邊不管你有幾支手機都不用錢 就像我現在我可以用一台電腦 配分我全家的手機 它不限數量 那我們先打開手機去下載Aconys的Mobile App 那iPhone跟Android都有 那手機連上網路之後 記得要跟電腦同一個網路 那手機的App裡面就會問你要備份到哪裡 那有雲端NAS跟電腦 那我選擇電腦就可以選擇備份到外接硬碟裡面 那接著我們就改一下備份的目的地 那之後就可以按下備份 這時候手機跟電腦這邊 兩邊都會顯示進度 那Aconys的App可以退到背景去執行 那手機只要不離開家裡的網路 就會持續的備份 那備份就看你的資料量有多少 第一次會比較久 之後它就會自動比對有變動的部分 有新資料才會備份 那之後備份都會比較快 那每一次備份 只要你想備份 就可以打開Aconys的手機App 然後按一下備份 好 最後總結一下 那用Aconys備份的優點 就是它不限制手機數量 而且iPhone跟Android都通用 所以像我們一家人 如果一家四口來說 我就可以省不少錢 而且我只要用一台舊電腦 然後接上外接硬碟 然後安裝Aconys之後 我就可以把一家子所有的資料 全部通通備份到外接硬碟裡面 因為外接硬碟真的很便宜 2TB也才多少錢 而且它也跟iCloud 跟Google雲端硬碟也不衝突 兩者都可以同時並行 備份不嫌多 會越多越好 好 看完今天這套教學 大家有沒有覺得 Aconys這套備份軟體 真的是簡單又好用 而且非常的直覺 那影片的最後啊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好康消息 那就是我們台灣的總代理 讚揚科技 他要提供我10套 Aconys True Image 2020年的版本 要來送給大家 那活動辦法 就請大家看一下貼文的說明 那我會跟大家講 要怎麼樣抽出這10套備份軟體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我是雲豹 下次再見囉 掰掰